男闺蜜吃香啊 这个硬汉呢 同样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而提到演员任达华呢 自然就会让我们想到 他这种硬汉的形象 可是呢 硬汉应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但是呢 在这个电影冲锋战警的发布会上 任达华就已经开始 向我们肃气苦来 近年来 一向以硬汉形象示人的任达华 冲锋战警中再次经典警察形象 不仅要在影片中展示矫健不凡的身手 还要上演爬天顶 近身肉搏 车库激战 跳楼等高难度戏份 而正是这些经历 让硬汉任达华 与发布会现场大到苦水 这般拍摄冲锋战警 任达华可谓早已伤痕累累 但是作为一位职业演员 疲肉之苦 似乎还不是让他难以忍受的 他的心里最在乎的 依然是身边的两个女人 而片场受伤的他 回家竟然还要接受女儿的严厉惩罚 最后我也给你女儿发展了十分钟 因为看了这个 一点点危险的工作之后 我女儿就有点不安心 太太也有点不安心